歡迎光臨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對於席卷全國的白紙運動 中國官方用甚麼方法來應付 怎樣去解讀這件事又或者怎樣去告訴人民 究竟這個防疫政策是否出了一些問題 第一官媒從來沒有報導在全國範圍裡的示威活動 百分之百沒有 在網上流傳的 影片評論等等全部都被 屏閉了 你只能夠靠翻牆才看到 那位李老師不是李老師亦都受到恐嚇 你再發這些 視頻他們說可能你的生命都會受到威脅 生命有危險 所以 大陸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如果他不是努力自己 回過這個防火長城看的話 根本他完全是蒙在鼓裏 除了在全國各地 武警公安 強力去鎮壓他們之外 他們也有一些大內宣 去解讀究竟發生甚麼事 希望可以用這些方法 去平息 這一次全國的示威活動 他們的方法都是很絕劣 去賴這樣賴那樣 總之責任物不在我方 一會我詳細解一下 都挺可笑 但是在我說過境外勢力影響 有人問是否馬克思和恩格斯 有人弄了一些很搞笑的 圖 擺了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太林的照片 如果你是 早年回到大陸 很多地方都要有 馬恩列斯毛的照片 毛就是毛澤東 然後有些人 整個對聯在這裏 境外勢力亡我之生不死 就是說馬恩列斯 我覺得挺好笑 但是有些很微妙的變化 跟世界盃有關 我說過境外勢力來自世界盃 因為當大陸的球迷 看到在觀眾席上 狂歡 或者狂喊的球迷 每個人都沒有戴口罩 他就會覺得 這個世界上 為何 只是中國人會這樣 有這麼嚴厲的防疫措施 在世界盃那裏 球迷是沒有東西的 跟中國宣傳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會看直播 我們看BBC直播 ITV直播 Sky News直播 Sky TV直播 都看到的 原汁原味地看到 大陸人都是看直播的 中央台的體育頻道 CCTV5 都有看直播 但是他看直播 為什麼跟 我們在外面看的直播 是有不同的呢 譬如 有一隊就是 加納對韓國 剛剛加納贏了韓國 你會看到 在鏡頭的時候 BBC 的直播就是跟世界上大多數的球迷一樣 或者全部的球迷一樣 除了中國 會看到鏡頭拉近 螢幕上 是笑容滿面的加納球迷 很開心 狂歡 贏了韓國 你看得到在68分鐘 加納國球迷射入一球之後 看到 他們狂歡 就開心得不得了 然後看到韓國的球迷的畫面 哭喪著念 一面休戚 在世界的觀眾面前呈現 但是在中國的央視CCTV5 是看不到 這些畫面 中國的觀眾是看不到 球迷的畫面 看不到沒有戴口罩 狂歡或狂哭的 球迷的畫面 就是看到韓國的主教練的畫面 和加納的主帥的反應 到比賽去到尾聲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直播 也是 看不到韓國球迷含淚抱頭的鏡頭 為何會這樣 原來是專門的 原來是專門的 我看到PBC的一篇文章 對賽事的轉播商來看 對於反封鎖的抗議運動震動全中國 中國官方電視台一直小心翼翼 避免將基本擺脫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世界畫面 傳到 每一個 中國的家庭 這個轉播商是可以選擇自己畫面的視角 原來是可以的 轉播商 是會 有一個所謂delay delay了之後 使觀眾看到畫面之前 和直播的畫面是不同的 原來可以delay的 我現在想起 以前 在中國大陸 亦會轉播 這個 香港電視台的節目 包括他們的新聞 原來都是有delay的 譬如你一播六四的時候 六四的祝哥晚輩 在中國大陸 境內看香港的電視是看不到的 因為他透過這個cable TV 有線傳到每一戶那裏 有些是這樣的 就是剪走了 好像我們做的頭條新聞 在中國大陸看的時候 當然是南部華南地區 看的時候看不到 都是播了其他節目 我們那時候 在無線播 在亞視播 用另一個節目取代 看不到 就是什麼 塞蘭探世界 好像那些負責審查的人 突然懶得出執 每一次都是播同一集的 塞蘭探世界 那些人說 又來了又同一集 你可不可以播第二集 給我們看看 頭條新聞看不到 只是看到塞蘭探世界 原來 CTV5 和BBC播出的畫面之間 大約有52秒鐘的延遲 52秒鐘就成分鐘 足夠時間去剪輯 把不戴口罩的 在觀眾席上的球迷的畫面 全部剪輯 這完全是掩耳道靈 即是告訴大家 世界上仍然是風控很嚴厲的 你看看 大家看不到 不只是中國 球迷狂歡不戴口罩的畫面 從此在 央視第五台的直播 無助 這個做法 有沒有效呢 就是這樣 不單止 人民日報一篇很重頭的文章 就將今次的事件 他沒有提到今次的事件 只是去指控 那些 核酸檢測的公司 說他們是造假 他們那個人民日報的文章是這麼說的 核酸亂象不止 疫情永無零一 這個評論員文章是首席評論員 趙廣傳寫的文章 他寫什麼呢 舉個例子 有很多城市檢測 這個陽性是造假的 他說2021年1月 濟南華希醫學檢驗公司參與河北省 迎台市龍曉縣的檢測 在31萬人的樣本尚未完成下 虛報樣本檢測結果 4月22日 安非合肥一個核四驗室 超能力承擔檢測業務 出現假陽性報告 去年5月上海北京也出現假陽性報告 石家莊 昆明內蒙古山西陝西也出現造假 這些檢測公司前副後續 參加造假嚴重削弱了公眾對檢測 檢驗的公信力 這份虛假的檢測報告 可能導致疫情降伤 令到一輪又一輪的核酸檢測持續多個月 甚至 一個市的城市停擺 數以萬計無辜的群眾 因此 靜默被管控 生活受到重創 指責核酸檢測 公司 造假 於是出現一個亂象 令到某些城市 根本沒有陽性或不是那麼多陽性 都要封控 小區也要封控 完全不關中央的防疫政策事 是這些核酸公司造假的 所以 一定要到 全面地 令到無辜群眾被管控 對核酸亂象反應強烈 已到了非重典 不能止亂 自亂勢 要用重典 我相信很快 就會抽出這些核酸公司 將它成之以法 用來平息這個民憤 最壞都是它 如果不是它 大家就不會受那麼多苦 這跟中央政策無關 然後可以有些政策調整 廣州 全原核酸檢測有例外的情況 例如行動不變的老人家 每天要上網課的學生 居家辦公的人 如果沒有外出的要求 是不需要參與全原核酸篩選 這就是賴其他公司 我覺得是很可笑 因為 政策是你定的 雖然第一天層層加碼 你不是不知道 大家知道為何要層層加碼 跟利益有關 核酸公司有很多利益 你問那麼多 究竟 上層的人得到多少錢 容許他們這樣做 聽之任之你是否完全沒有責任 賴核酸公司 然後再賴什麼呢 我看到這個也挺可笑的 大陸權威的財新網有一個報導 就說 要求居民 觸不出區 封住守住 是居委會 不乏隨意擴大封控範圍加碼 防控措施的做法 甚至用鐵皮 圍檔封住整個小區 居民反應強烈 他質疑居委會 在防疫的過程中 正在扮演什麼角色呢 是不是有權決定封控小區呢 這些法律界人士告訴財新網 居委會只是自治組織 不是政府機關 沒有行政的職能 和執法的權限 以居委會名義出台的 臨時管控措施 沒有法律依據 也明顯違反了 優化防疫防控20條的要求 即是居委會 整件事是居委會搞出來的 是這些核酸檢驗公司搞出來的 如果不是居民不會有那麼大反應 居委會憑什麼 燒刊 用大鎖鏈鎖住人家的出口 讓人家出不到你 你憑什麼 你有法律權力嗎 你是自治組織 這個說法也是很可笑 原因就是 無論是網上的媒體 無論是主流的媒體 報道居委會的權力那麼大 報道這些核酸檢測的情況 那麼混亂 中央政府不知道 省政府不知道 市政府不知道 今天出現大規模的示威 你才說居委會原來是非法行使你的權力 實人不在我方 在於居委會 在於核酸公司 帶著這個風向 你會看到 居委會 居委會 亦都會受到一些整治 那個權力 削減 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 肯定會層層加碼 為何你不阻止 作為有權力的 中央 或者有權力的省市 為何你不阻止 現在才會出來阻止 但是會不會很快就 出現這個 緩解 或者是放鬆 這個 防疫 風控的措施呢 對中國來說 對中國來說會有一個很大的難題 為甚麼 第一 中國已經是恃恃恃恃否認了 或者否決了 不讓 外國的疫苗 進入中國 這個是 一個利益的問題 亦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在很多外媒的報道 不是中國的 滅活疫苗沒有效 不是科興沒有效 不是國藥沒有效 不過它的效用 是比西方的rna的疫苗 伏必泰的疫苗 又或者是 英國的腺臟病毒的疫苗 差很遠 他能夠為身體提供 這個免疫能力或者抗體的事效 是很短的 比別人短很多 再加上 老人家和小朋友 接種率是很低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旦他是放鬆的話 不做這個全民檢測的話 不做這個小區的封控或者是城市的封控的話 可能會有大爆發的情況 你今天 這個大爆發 在全國範圍裡面的大爆發 不單是示威大爆發 中招的人都越來越多 其實 全部是沒有打針 是打了 打了針 亦是打了三針 或者以上 都感染到 不只是老人家和小朋友 可見大陸用的疫苗 其實 效用是誠意的 如果一旦放鬆的話 現在陷入兩難 你放鬆又死 不放鬆也死 所以 整件事 是怎樣解決呢 你只是把責任推去 其他那些我認為無關同樣 當然 居委會或者核酸公司都有些造假 或者是層層加碼的情況 即使是這樣 他不造假 不做核酸檢測 不層層加碼 是否就等於 疫情 會舒緩下來 是否就等於 那個示威 解決了 我不知道 沒有人不知道 但是看得到 我自己會看 我自己會理解 這個抗議的行動 是 有機會 機會也很大 很快平息 因為 他們的訴求 只不過是 有關於 所謂不自由無靈死 的說法 不是要求 有像西方世界那種 或者香港人2019年的時候 那種訴求那種自由 不是在 比較高層次的自由 即是說你的風控不要那麼嚴厲 讓我們可以上街買東西 比如學生說 只有一小時上街 去買東西 不夠 我給你五小時 他就覺得很有自由 就不會有 一種被 被壓制的感覺 其實就是這樣 他沒有組織 那個 要求 訴求的層次都是相當低的 所以我自己會看 這場運動 很快就會 無責而終 兩件事 一件是強力鎮壓 拉一批 打一批人 第二 稍微放鬆 就搞定了 所以 我跟太不時報的評論一樣 不要 寄望 太多 是不會改變什麼 我經常都強調 就是 中國就是中共 中國人就是中共人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這節省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 非常支持我 我心靜很快去春兜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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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